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热 现在这低宝是越来越难拿了 将近400万的输出简直要老命 再不把护盾卸了等到要爆了 这宝石一下后期白多少奶酒都顶不住 奶酒掉点就掉点吧 需求太高了不装盾扛不住 没几下就得被送走 总是复活伤害肯定不够 新宝石现在是太灵活了 真是猴子一样上出来下跳的 新宝还真是有钱发微特别管 那段下列都不够你买装备呢 还要打那么久多类人啊 主要是我贡献有1400分 差100就能放血清了 太难了我这还是穿了护盾 不穿估计几下就给拍没了 连续打了将近半个钟才拿了低宝 难度可想而知啊 实际稍微差点的可能一个都拿不到 这宝石血量是真的好 但去那么多人打的还那么慢 我看字条得有一万一 低宝拿了就行 等着领奖励 这活动下次不参加了 就算奖励再丰富我也不做 80个围剑可以抽一次 没准给你弄个精神芯片 战斗刚好升到130了 导戈26装了趁他进化 你这职男估计没希望啊 从居然还得带你打本 鬼都不要 抽一发高级研发 整个精出来 不错了八个元件 好家伙打了这么久 贡献值还是1400 一点都没涨 唉 玩个血清咋这么难 有位玩了两年半的小可爱 退油不玩了 把他的号给我 我打算用他来撞金条 一些卖不出去的家具 可以打金条 对你可真不错 还留了食物啊 刚好可以倒三个家具了 他油箱还有7000金条 平时可以打一下联盟 可是必出胶囊 还有周本 要是出个窗口 那就是100万金条了 主要还是靠出胶囊 毕竟这可是最稳定的收入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不上 拜拜